在中医看来,夏天取粮过肾,亦造成寒邪入体,从而引发各种疾病,埋下健康隐患。 因此,夏季养生,除了结属降温外,还应当注重防寒。 那么,人体都有哪些部位需要特别注意防寒呢? 我们究竟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防寒,达到科学养生的目的呢? 第二个,关键部位要保温。 那什么是关键部位? 静部要保温。 大家知道,背部属阳,腹部属阴。 后背保暖是最重要。 但是后背,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特点,阳气是外泄,凑理是开的。 所以因为凑理开才能出汗,出汗才能带走热量,这样才能降温。 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。 但是我们正因为是这样,背部阳气外泄的时候,所以要重点保护这个阳气。 为什么说春夏要养阳气呢? 保护这个阳气,就是保护背部关键的部位。 它有三个穴位,最为重要。 一个叫风池,一个叫风府,还有一个叫风门。 而这三个穴位,一个是胆经,一个是膀胱经,还有一个是肚脉。 而这三个穴位都跟风有关。 所以这三个穴位,如果在夏天不注意保护,也就是背部的保暖,防寒险侵袭,做不到,很容易造成病。 什么病啊? 临床上的头疼,头晕,感冒,都跟这个几个穴位的保护没做好。 所以在临床上,我经常现在见到,很多人说,我后背发凉,我颈部发紧,这些是什么,都跟受寒有关。 发紧是因为寒煮收银,发凉是背部保护,你夏天没做好。 到了冬天,可能这状况都不会去掉。 所以夏天的防寒血,背部,颈部,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。 而且颈部的这几个穴位,尤为重要。 所以很多人说了,夏天,好像我颈椎病又重了,实际跟受寒有关。 那第二个是什么?腹部。 咱们说的腹部,这要保暖。 古人其实有很多养生是鬼。 从刚生下来的小孩,你看,他就带着肚兜。 五六岁的小孩,三四岁的小孩,满街跑。 你看,他就把肚子要护起来,带一肚兜。 为什么?因为小孩的脂肪比较薄。 所以腹部受凉以后,重要的脏气,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脾胃,如果受寒了以后,很容易出现腹气。 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。 所以从这两个腹部保暖也很重要。 第三,夏季饮食,莫滩粮。 夏季饮食为什么要莫滩粮呢? 因为到了鼠服,到了夏季以后,鼠食热的来临了,很多人特别爱贪粮。 有的人,小孩,一天吃三四次冷饮。 喝的水,基本都是冰镇饮料。 这种情况下,脾胃很容易受伤。 因为小孩要脾尝不足。 那有的大人也是,这时候冰镇西过,一来来半个。 当时没有事儿,事后就容易造成脾胃的受粮。 因为中医检的脾胃,最怕粮。 所以往往夏天的脾胃受粮,是因为腹部的保暖没有做到。 寒粮的饮食,尽量要吃得适度,吃得太多了,往往会造成脾胃的受粮了。 这样就会造成了寒性的腹泻。 因为腹泻有寒性,有湿性的,你看浓血变的湿热性粒气,那种也可以见到,是吃得不节之物。 寒性的腹泻往往肚子怕冷,没有浓血变,大便特别稀。 这些我们都注意一下,保暖,防寒,就可以预防这种腹泻的发生。 夏至节气到了,那意识着夏天的闷热天气来临了。 南方的降雨还在持续,北方的高温也不会散去。 那在这个季节,腹泻是高发,寒邪是致病因素,用温的方法是可以治疗这些疾病,用温的方法可以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。 我们今天选择了一个药食通源的一味中药,也是所有人都会吃过,看过,用过的一味。 是什么呀?生姜。 冬吃萝卜,夏吃姜,不用大夫开药方。 这种民间的养生智慧,其实我给它纠正一下。 冬吃萝卜,夏吃姜,我给改成一年四季都要吃萝卜和姜,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。 当然,每个人体质不一样。 冬天吃萝卜,它是偏凉了,是指着那些内热产生,消化不好。 过度的进步造成了一些,我们可以吃萝卜,礼器,消倒。 夏天吃这个姜。 那姜有什么作用呢? 《上汉论》中是这样写到的。 《五月之时,阳气在表,胃中虚冷,以阳气内微,不能胜冷,故欲着腹衣。 十一月之时,阳气在里,胃中繁热,以阴气内微,不能胜热,故欲裸其身。 这是《上汉论》里的一条话。 其实你看,它讲了两件事。 第一个说是五月,第二个说是十一月。 五月,阳气在表,因为这个季节是炎热的季节,所以阳气都在表了,里边的阳气就不足了,胃中就容易虚寒。 所以夏天,胃肠到,你本来就虚寒了,你在吃冷饮过多,或者空调使用过量,袭击了咱们的胃肠,那很容易出现受寒饮中的腹泻。 而十一月之时,阳气在里,你在吃了过热的食物,过油腻的食物,产热的食物,就容易产生内热。 所以这都是使用不大,是指的季节跟人体,跟疾病的密切关系。 那到了夏天,我们胃中的阳气不足了,都上体表了,你这时候不保护胃肠,那很容易受凉。 在药典中,是这样写道, 生姜,解表散寒,温中止欧,化痰止咳,解鱼蟹之毒。 用于风寒感冒,胃寒呕吐,寒痰咳嗽,鱼蟹中毒。 这是2015年国家要点,把生姜描述了一下。 解表散寒,大家别忘了,其实很多感冒初期用姜来作为姜汤水的一部分。 喝完了,那感冒可能就扼杀在摇篮中了。 温中止欧,很多人呕吐,包括我的有一些病人,喝中药就容易恶心。 我说你把中药熬好的,用生姜挤成汁,滴上三四滴,喝中药的时候就不会恶心了。 它有温味止欧的作用,还有温味散寒的作用。 所以当脾胃虚寒的那种蟹蟹,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经常要加入生姜,还要解鱼蟹之毒。 所以夏天很多人上外地旅游,经常会吃到一些海鲜。 所以这时候甭管你吃的是螃蟹还是虾,你搁上生姜,它既是一个调料, 其实又是一种养生的智慧,预防疾病,防止这些大寒的海鲜对人体的损伤。 所以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多吃姜,吃螃蟹的人一定要蘸姜末,就是这个道理。 它又可以温中散寒,又可以解鱼蟹之毒。 从这点来说,咱们这个生姜其实还有开胃健脾的作用。 所以对于食欲不好的人,我们用生姜,少量的生姜可以散去胃中的含血,还可以有健脾的作用。 当然还有一种提神的作用。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可能不知道了,老人都知道有一个人丹,人丹里边的成分就有姜的成分。 它有提神的作用,因为它有刺激性,它是辛辣的。 它有刺激性的作用,就可以提神。 所以这些都是民间我们的养生智慧。 而我说的食疗,其实在这里,要根据每人的情况来选择一定的食疗。 比如说,当感冒初期的时候,我们用姜糖水。 当痛经因为寒引起的,我们也可以用姜茶。 当我们的胃中虚寒的呕吐,或者腹痛,腹泻,都可以用姜来煮水,帮助辅助治疗。 这些都是食疗的方法。 当然你说姜长期使用,它会上火,偏热嘛。 所以我们有适其症,用其药。 适其症就指的是,有适应姜出现的症状,用姜作为食疗,是很好的方法。 夏至的养生,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我们总结一下。